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特别窘迫 特别艰难的时候 75年我在茫茫当中记事的时候 我爸又借了一笔钱 然后说的广州中山医学院能治疗我这个病 当时我们下车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十一夜份去的 我们东北很冷 然后下车的时候广州是非常业的 当我们脱换的义务 跟那个饭店吃饭的时候 那个包已经被人拉开了 爸爸当时问我 孩子你拉我的包吗 我说我没拉你 但是爸爸这一看包的时候 全部的钱全丢了 这个时候爸爸抱着我就哭了 他说你孩子不管钱存不存在了 我也不能放弃你治疗的这个病 后期爸爸留我上那个医院的时候 直到这个情况下 他说我们就收你五块钱 你把这孩子交给我们吧 我爸说的我不能欠你们人情太多 因为我本身现在是负债累累 你给我一个治疗的方案吧 就这样 他说的唯一的方案也是靠基数 那你这没钱了 从医院出来咋办 那个酒店的一个服务员 直到了 他说老李啊你别哭了 孩子还小 我哥家给你拿点米 给你交的那个防住费 就这么我们渡过了难关回来了 在这个五岁之前就四岁吧 下了一次病危通知书 医院就准备后事 衣服什么都做完了 这是一次 再一次就是八五年 他小学考初中 他那次又下一个病危通知书 我从这个医院长大的 到了上学的年龄吧 我说的不能当个文房 我只要我有一口气 我要兼职学习 我第一天上学的时候 就选为班长 学校里所有的大大的小小的事情 全由我来负责 你还当了班长 两根杖 是吧 但是问题来讲的 就他念那个从小学到中学 他这个念书非常坎坷 他总终念了是七年半书吧 对 念到初二 就没念了 他在上小学的时候 就不能早晨不能吃早餐了 不能喝水 因为他这个关键的强词呢 厕所怎么解决 一直得停到中午十二点 回来以后 同学给他敞回来 那初二辍学之后 就一直在家里 辍学之后呢 我就在家封闭了将近二十年 二十年 这些年呢 我这个身体原因呢 都是父母啊 给我做饭 做菜 然后都咳我这个口 以我这个为主 应该是我这个年龄 照顾我父母 我父母现在年龄比较大了嘛 八十多岁了 没到八十 这拿一下 这一会咱们吃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